回到节目现场 带您来到台北信义区 有一间以航空为主题的手作烘焙方 不但吃得到各国的特殊甜点 还可以让客人穿着空服员的制服 尽情拍照打卡 28岁的店长Fifi 她原本是一位空姐 好不容易实现遨游天际的梦想 却因为健康因素忍痛辞职 在人生彷徨之际 她想起甜点的神奇魔力 于是转行做烘焙 如今不但疗愈了自己 还找到人生另外一片广阔天空 耳边传来怀念的机上广播 这里是隐身在台北信义区 台湾第一间以航空为主题的 手作烘焙店 梦幻马卡龙色系打造的专属空间 高挂的世界地图配上各国时钟 这里不仅空间装潢以航空为主题 就连蛋糕甜点也都是源自世界各地 像是英国的家常甜点红萝卜蛋糕 以及象征法国普罗旺斯 夏日风景的炙烧蛋白柠檬派 创意缤纷的颜色 配上酸甜浓郁的口感 堪称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最后再来一杯商务仓专属的特调饮品 让上门顾客仿佛就置身在飞机上 享受尊荣的体验 她的甜点是鸡上餐盒这样子摆盘 就感觉就是我在吃飞机餐一样 原来烘焙方的老板娘Vivi 是中东航空的退役空服员 过去空姐的经验里头 尝尽了各国的甜点美食 同时也搜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甜点秘方 像是英国特有的红萝卜蛋糕 将新鲜的红萝卜泡丝加入面团充分搅拌 看似简单 但要做得好吃可不容易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是 打发的时候 一般人是加糖 那这个蛋糕会加盐 经过烤箱烘烤 外表质朴扎实浓郁的口感令人着迷 不过闻着蛋糕香却开始让人好奇 明明可以环游世界享有高兴 为什么老板娘Vivi只当了四年空姐 就选择改行做甜点呢 我那时候的月经就是大约两年 前前后后都没有停过 就是一直每天都在使用卫生棉这样子 那痘痘也都是削了又好好了又削 整脸就是一直在长痘痘 累积了四年多的飞行 身体的压力真的很大很累 所以想说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为了排解工作庞大的压力 她开始做甜点输押 空服员太累了 就是一直累积的累这样子 那一直睡一直睡就会变得很宅 那之后就会开始想说要去做一些 就是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些娱乐啊 一些消遣这样子 那所以说开始接触做蛋糕啊 烤饼干啊 玩面团啊 做甜点不只可以抒压 还能够认识世界各国的人文风情 像是南法特有的炙烧蛋白柠檬派 将蛋白和砂糖隔水加热 再倒入机器里翻搅 做出银白色的蛋白霜 最后在酥脆的饼皮上挤花装饰 慢火炙烧 三甜清爽的口感 也仿佛让人感受到 法国夏天的幸福浪漫 你好 今天有柠檬紅茶 可乐的血液 我自己想要喝水 我拿水 你要喝水 不要水 二十六岁那年 菲菲决定离开心爱的空姐工作 回到台湾 用自己所有的积蓄 开了这间手座烘焙坊 这里不只卖蛋糕甜点 还可以让客人体验当空服员的感觉 我们这边是 楼下是航空主题的体验区 那每一道墙都是航空背景的地方 有空姐梦或有祭祀梦的呢 有些人呢 可以换上这个衣服 会感觉更像一点 看有没有离自己的梦想近一些 很可爱 可以有不同间可以选一下 穿上制服 一元客人的空姐梦 菲菲希望来店里的客人 除了航空体验 自己动手DIY做甜点 还能够感受到 甜点所传递的欢乐幸福 很兴奋 因为我们第一次穿这种的 然后这里有蛮多背板 都可以做拍照使用 真的是空姐一比一的制服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 这很以前小时候的梦想 可能就是当空姐啊 可以在背机上面服务客人 只是放弃空服员转行并不容易 毫无餐饮工作经验的她 从甜点配方到人事经营 通通从临学起 幸好过去的经验 让她的烘焙方与众不同 像是这杯特条 就是之前在中东航空 商务舱上的专属饮品 小黄花的清脆 搭配柠檬的酸色 似乎也倒进了Vivi创业吃出的心酸 其实从开店开始到现在 就是每个月都是 还算是亏损的状态 但是竟然要做 就是要把它努力的做完 那就算之前 有在飞行时存的积蓄都投进去 然后心力也投进去 也是期待也希望她把它做起来这样 幸好家人总是默默地 成为她最温暖的依靠 这一台木制的飞机模型 就是Vivi的爸爸亲手打造 送给女儿的创业礼物 就是我们家比较不是会开口说 我爱你的这种模式的家庭 那所以爸爸在楼下 帮我做的那台飞机模型 会让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实体的爱 而妈妈则是她永远的人生导师 一路走来 无论当空姐还是创业 妈妈总是给她满满的支持 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变数 就是最好的 对孩子最好的成长 因为这是你所选择的 但是当然后面会给很大的支援 但是她是第一线去面对 自己的选择 把家人的爱 转化成为创业的养分 Vivi也将手作烘焙店 视如己出 用爱细心呵护 她是一个我的小孩 这家店是我的宝宝 你既然把小孩生出来了 就决定要生了 你就一定要把她养到大 那如果在途中 她生病了 你就要救她 然后她有才华 你就让她发扬光大 不让梦想成为空想 Vivi的创业故事 从空姐梦想出发 在甜点中成长茁壮